接下来我们要来学习一下关于MangoDB里面 大家可能觉得有些难的一些东西 就是关于聚合这一块 聚合是MangoDB里面非常重要的功能 通过它我们能够实现一些非常强大的效果 首先大家需要知道聚合是什么 它是说的聚合就指的是聚合管道 它能够在MangoDB的这样一个语法中实现多个管道 然后每个管道对应的能做很多事情 大家可以看一下下面这个地方的例子 aggregate这个关键词或者这个方法 就是MangoDB里面的聚合的方法 那么在它中间我们可以传一个一个很长的 这样一个长方形的 不是长方形的 就这样一个一个的字典 这个大字典就是一个聚合的一个管道 每个管道都可以做一些事情 然后管道是什么 我们在Ninux里面是不是学过一个命令叫做管道命令 那管道命令是什么样子呢 是不是把前一次的结果交给下一次去使用 所以在我们的MangoDB里面的管道也是这个样子的 这一个 这个是一个管道 它会把它的结果呢 交给下一个管道去处理 那下一个结果也是一个管道 下一个也是管道 它会拿上次的结果 然后进行作为输入 然后把它的输出呢 就给访出来 如果它是最后一个管道的话 它就把结果输出出来 如果它不是最后一个管道呢 它还会把它的结果来 就给它下一个管道去做 如果真的有的话 那么第一个管道 它这段数据是哪个地方数据呢 就是当前整个文档里面的数据 那么在这个地方大家看一下 虽然说我们现在还没有学到这些命令 但是没关系 我们可以现在看下来是什么意思 Dollar March 它这个是匹配什么什么的东西 Status等于A 这个地方呢 是最原始的这个数据 是Order这个集合 对不对 Divided Orders集合 匹配Status等于A的所有的数据 那么看到 它的等于A 它等于A 它等于就有了三条 对不对 什么就有了三条 这三个结果通过Dollar March 我们能够得到 得到之后呢 它会把这个结果呢 作为一个后面这个管道的输入 后面这个管道看什么呢 Dollar Group 就是那分组了 它根据什么来进行分组 根据Cast ID进行分组 那么看一下Cast ID 它是A123 它是A123 那这个呢 是B212 那么根据Cast ID进行分组 可以分成几组了 两组 上面这一组 下面这一组 对不对 那上面这一组的时候 它还做了一个事情 叫做Dollar Sum 这是求和 求什么和呢 把Dollar Amount的值进行求和 Dollar Amount的值 你看一下 这个是500 这个是250 求和的结果是750 对不对 这个由于它只有一条 所以它求了结果就是200 那么下面这个管道做的事情 就是分组加求和 那分组求和的结果就是这个样子的 就这个样子的 所以输出呢 就是这个样子的 那么刚刚呢 我们介绍这个地方 首先一个Agreged Agreged 这个方法 对不对 这个方法呢 如果我们使用聚合命令的手段 都需要来用它 那么在他们这里面呢 我们看到一些Dollar Cast 这些符号 对不对 这些符号呢 都是我们常用的这样一个管道命令 那么来看一下 常用管道命令有哪些 比如说Dollar Group Dollar March Dollar Group呢 就是来分组的 Dollar March呢 是能帮助我们去 过滤数据的 我们要什么的数据 不要什么的数据 都可以使用Dollar March 来进行这样的过滤 那么还有Dollar Project 这些Sort Limit Skip OnWin的呢 这三个大家应该 差不多能够意识到 它在干什么 对不对 那么前面三个是比较重要的一个东西 那么最后一个了解一下就可以 那么我们下面来接着学习 Dollar Group 从第一个开始学习 那么学Dollar Group之前呢 我们还需要知道 就是呢 MangoDB里面呢 它其实是有些表达式的 这些表达式呢 它也是一样 使用Dollar符开始 Dollar Sum表示求和 求和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计算某些字段值的 相加之后的结果 对不对 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说我们想要统计一下 当前这个文档 或者当前这个分组 组内有多少条数据 这个时候求和该怎么做呀 这个时候求和该怎么做呀 我们要统计有多少条数据 并不是要求具体的 它某个字段的值得和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 假定每一条数据是1呀 假定每条数据是1 然后呢 把所有的1相加 它有多少 它有几条 就有几个1 加到结果呢 这个和呢 就是它数据的条数 对不对 所以这个数据呢 我们可以使用Dollar Sum 冒号1来表示 我们把每条数据呢 现在我们没有去具体选择某个次段 而是让每条数据呢 只有一个1 那么Dollar Sum之后呢 它这核的结果 就是每一条数据 我们加起来这样一个个数 这个可以理解吗 这个时候在现在还不理解 没关系 等一下我们再来看 AVG 就是平均数 最大值最小值 然后这个Push呢 等一下我们也会来说 它是把文档 把文档 就是我们的一个字典 中端某个值 或者文档本身呢 插入到一个数据中边去 然后First的Nast 就是第一个或最后一个 那么下面呢 我们来看Dollar Group 在看Dollar Group的时候呢 我们就顺便来学习一下 这些常见的比较识 那么Group 刚刚我们说了 它是进行分组 对不对 是不是进行分组呀 那么就算是分组 那我们就要给它指定 按照什么进行分组 对不对 那么按照什么进行分组 这个东西放到哪个地方呢 就可以放到钢ID后面 钢ID后面表示 我们分组的一个依据 它是配合我们 Dollar Group在一起使用的 那我们下面呢 就拿我们刚刚的 这样一个学生 来做个例子 来看一下 use.stu use.stu 然后db.stu db.stu.find 这是所有学生 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 那么有一种管道命中 比较长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写到我们的这样一个这个地方 来做这个事情 db.stu.aggregate 不再是之前的find了 对不对 aggregate里面我们就可以写我们的管道 比如说 Dollar Group 按照什么进行分组 刚刚说了 按照什么进行分组需要写到-id后面 对不对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按照这个性别进行分组 是不是 那性别分组 那么叫取性别的 怎么取性别呢 我们需要从Dollar符才能取到Dollar gender gndr对吧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结果是什么样子 跑一下程序看一下结果 这里就有了这样两组 看到吗 一个id对于force 一个id对于处 但这里大家注意到 为什么这里结果里面一个键叫id呢 因为我们刚刚group里面有一个键叫id 明白吗 如果说我们刚刚group里面一个键叫做a 那么这里面结果也会有个a 这是来分组 对吧 但这个分组还并没做什么事情 对不对 那比如说我想分组之后呢 我再统计一下 这个性别为force 跟性别为处的 一共有多少条数据 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我们是不是要统计一下个数啊 那统计个数该怎么统计的 我们可以使用刚刚所学的 Dollar sum 对不对 那这个Dollar sum的结果放哪呢 比如说我们可以把它放到cnt里面去 那这cnt的结果 对的值呢 就是我们Dollar sum的结果 而sum什么呢 我们写个1在这什么意思啊 就表示每条数据 我们把它作为一个1 每条数据作为1 那么如果是jinder为force 它把所有1加回加到一起 那么这个结果是不是就是 jinder为force的 它的总的和 总的个数啊 如果jinder为tru 那这个也是一样 每条数据呢也是1 那加到一起之后呢 就是jinder为tru的数据的个数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结果是什么样子的 现在是不是就变成呢 id等于force cnt等于2 id等于tru cnt等于5了呀 明白了吗 这个地方为什么会有两个 一个叫id 一个叫cnt 这样的阶段呢 因为在这个地方 我们在group里面是不是 我们给它指定的两个字段呀 一个叫id 一个叫cnt 那这个id呢是必须我们的指定的 因为它表示我们按照什么进行分组 对吧 那后面这个cnt呢 是我们自己写的 我们想写个cnt写个sum 等等都是可以的 它会到最终呢 到我们结果结果里面去 做一个字段的名字 这地方能看明白吗 这地方能看明白吗 能看明白对不对 那可能有个人想 我不想获取你这样一个 我不想获取你这样一个分类 不同的年龄呢 不同的性别呢 你用多少个 我想获取一下 不同性别的年龄的平均值是多少 不同性别的年龄的平均值 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要对年龄做平均数啊 取它平均数啊 那平均数怎么取呢 刚刚我们是不是说了 我们可以使用什么样 AVG啊 $AVG对不对 那么这个结果呢 我们也要保存到一个键里面去 保存到哪呢 比如说我们就叫AVG AG 保存这个键 那么就是$AVG对不对 然后呢 对应的是什么呢 就是取什么样 取它的年龄呢 $AG 这地方能看明白吗 对年龄呢 对这个年龄呢 计算平均值 我们直接取年的话呢 我们不能直接写个AG在这个地方 我们需要使用$AG才去到里面的值 $AG去里面值 然后呢 对它进行$AVG的操作 把这个结果呢 放到AVG AG里面去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结果是什么样子的 现在是不是出来了 AVG AG呢 是这样一个18 然后呢 下面这个AVG AG是27.8 说明什么呢 Jinder为Frost的 它的平均点是18岁 Jinder为初的平均点呢 是27.8岁 这个能明白吗 这是我们刚刚的$AG的一个操作 那$AG操作呢 我们刚刚是按照这个Jinder进行分组的 对吧 按照Jinder进行分组 那可能有可能想 那我不想按照Jinder进行分组 我想按照这样一个年龄进行分组 对不对 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写下注释 就是按照Jinder进行分组 获取数据的个数 和平均点龄 那如果说呢 我还想干什么呢 我还想获取一下 按照这样一个Hometown进行分组 然后获取一下不同的平均点应该怎么做 按照Hometown 大家想一下 Hometown 获取不同组 平均点龄 这个该怎么写 是不是db.stu.aggregate 然后呢 也是一样的 这Dollar Group 对不对 GLOP 然后首先这里呢 我们要 刚刚ID要写什么呀 Dollar什么呀 Hometown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要获取的平均点龄 和之前一样 比如说我们叫 NinAge 我们可以把它保存起来 保存什么呢 保存Dollar AVG 然后呢 也是一样的 Dollar Age 是不是可以这样写啊 然后我们再来跑一下结果 跑一下评论看结果 大家可以看一下 结果就是这个样子了 花生呢 它平均点是18岁 然后呢 大年的平均点是30.5岁 花生18岁 为什么呢 因为它只有一个结果 只有一个人来自花生 所以它的结果呢 就是这个平均值的结果 对不对 它只有一个值 然后这两个地方呢 这三个地方呢 都是算了 加之后的一个平均数 对不对 这个是我们按照 Homotown进行分组 那这个时候大家想一下 我们当然可以再能指定 按照它进行 Homotown进行分组 或者按照这个性别进行分组 那如果说我们不按照 某些进行分组 那当前这个 Dollar Group 它有效果吗 如果我们不指定 这个分组的依据 那它会怎么做呢 是不是会把整个 作为一个组 把整个内容都作为一个组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Dollar Group 还有另外一个用途 用的比较多 就是Group by None Group by None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ID这个地方 我不写决定马克思团 我们写个None在这里 那么它就会做什么呢 把整个文档中 所有的 把整个结构中 所有的文档 作为一站一组 然后来做实行 比如说我们可以统计个数 我们想要通过Dollar Group 来计算 当前整个文档 一共有多少个 我们使用也是和之间一样的 就是Counter Dollar 3分1就可以了 那么是会把整个文档 所有的 每个文档 就作为一 对吧 那么加到一起之后呢 这个结果呢 就是这样一个值 对不对 Counter值 那么也是一样的 所有整个文档里面 所有连接的平均值 我们也可以这样算 对不对 那么我们可以拿写一下 这个是使用 Dollar 就是Group 统计 整个文档 那怎么做呢 还是一样 Dollar db.stu.aggregate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 也是一样的Dollar Group 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写上 刚ID 刚ID呢 现在我们要统计个文档 所以这里写None就可以了 对不对 然后呢 现在我们要算它的 这样一个 总的个数 我们也是可以用Counter 对吧 Dollar Sum 是不是写1就好了 当时Sum1 然后呢 后面写什么呢 后面就写 比如说 MinAge 也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使用Dollar AVG 对不对 算平均值 然后这个地方呢 我们写上DollarAge 是不是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把它复制一下 粘贴 然后跑下程序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呢 是不是写错了 为什么没有结果呢 为什么没有结果呀 这里是不是Stu 再看一下 是不是就有结果了呀 ID为None 然后呢 Count是5 Min是25 对不对 那么在这个Dollar Group里面 大家需要注意的 注意这样几点 我们把它写在这个地方 这是Dollar Group的注意点 首先第一点大家需要注意的是 就是Dollar Group 它对应的字点 对应的字点中有几个键 结果中就有几个键 是不是这个样子呀 而且这个键的名字是一样的 我们是自己写的 我们这个Dollar Group里面 一个ID 一个Count 一个ABG A结果是不是就这样三个键呀 是不是就这样子呀 这个里面有几个键 这里面就有几个键 那么还有另外一点是什么呢 这个分组依据 需要放到 放哪儿啊 需要放到-ID后面 对不对 是不是要放到-ID后面呀 作为Han的值是吧 那当然我们需要使用Dollar 符号来取 那么第三点就是 我们要取 取不同的字段的值 需要使用 Dollar符号来取 对不对 不然是直接取不到的 比如说我们要取 或者说 比如说我们要按Ginder进行分组 那么就要写Ginder 对不对 GNDR 如果我们要取H对应的值 我们要DollarH对吧 是不是要这个样子呀 这地方得明白吗 我们刚刚是不是都这样用的 对吧 就这个地方 就是关于group 但可能有同学想 你这个样子好丑呀 我这个ID 我想说它就是显示是性别 这两个字 不想说它是显示ID 对吧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输出的样式 我们是不是需要做一些调整呀 或者说这个地方 也就写的是-ID 我们想让这个-ID 变成什么呢 变成homotown 这样一个字符串 我们想要把这个结果 做一些调整 做一些修改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哪个方法呢 可以用这样一个方法 叫做 Dollar Project Dollar Project 这是干什么呢 它能够修改输入输出文档的结构 或者比如说重命名 增加或深入字段 或者创建结果 那比如说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想要把刚刚这个 这个内容呢 这个结果呢 把它给改了 改成什么样子呢 改成分别只有三个字段 这个字段的分别是 Gender等于什么 Count等于什么 AVGH等于什么 这个时候该怎么写呢 也是一样的 得重新进入一个管道 我们进入管道的时候呢 我们后面需要打个兜号了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Dollar Dollar Project 然后在这个地方写什么呢 和之前一样 GongID呢 我们不想显示 我们需要写的0 对不对 什么意思呢 或者我们先 一部分来写吧 我们先写 我们要什么呢 我们要的是这样一个 Gender 对不对 咱们现在Gender 建在这个地方 那值是什么呢 值我们要的 是不是GongID对应的值呀 因为现在我们不想要GongID的 那么就写 那么就写什么呢 DollarGongID就好了 就是取DollarGongID对应的值 为什么可以取到DollarGongID的值呀 因为这是下一个管道 它就写的是上一个管道的结果 对不对 用的是它的结果 它结果里面是不是有GongID呀 那么取DollarGongID对应的值 那这个地方呢 也是一样的Count 然后呢 我们等于DollarCount 取Count对应的值 大家可以发现 其实AVG AG 等于什么呢 DollarAVG AG 对吧 大家可以发现 后面这两个好像是一样的 好像是不是可以不用写的 我们不清楚 我们等一下先这样写的 我们来看一下 有什么问题 然后再接着去改 DollarGongID AV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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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缺少一个大括号 在AVG 第三号 就是二个字符 这不是有括号吗 我们看一下这个问题是什么 它告诉我们 在这儿缺少一个括号 DollarProject AVG GongID 应该是不缺的呀 这边多有括号对不对 多有括号对吧 这个地方呢 然后不行按到了 转移跑一下 就这个样子的 大家看一下 现在Ginder是不是有的呀 之前Ginder是不是没有的呀 现在多了一个Ginder 用这里我写了一个Ginder 然后Count呢 就是取了Count的值 Volumn呢 就取了AVG 所以就是AVG的值 但是现在有个ID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 ID我们不想要显示 我们可以写个0在这个地方 这和我们之前 投影准操作是一样的 -ID 我们不想要显示 它就会写个0在这里就好了 那如果Count 我们想要显示呢 我们可以不用这样写 可以怎么样写的 写个1在这就可以了 明白吗 想要显示就写个1 不想要显示写个0 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这样也是有的呀 Count都是有的 那么对于后面 AVG也是一样 它的操作呢 和我们之前的 投影操作是一样的 不想要显示写个1在这个地方 不想要显示呢 写个0在这里 对吧 这是关于Donald Project 这个地方大家有问题吗 就我们能够修改 输入和输出的样式 为什么是输入还输出呢 如果这个命令呢 它在前面 它这个 它后面还有别的管道 还另外一个管道 在这个地方 那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出来 其实它的输出呢 就作为这样一个结果输入了 对不对 所以它是修改输入输出的结果 是这样的理解的 这是关于Donald Project 然后在这个地方 学习到Dollar Group 和Dollar Project的激动呢 还有这样一个 名字叫Dollar March Dollar March呢 也会用的成长比较多 它是干什么呢 它是用来帮助我们过滤数据 只输出符合条件的文档 过滤是什么意思呢 就比如说 我们之前 我们想选择年龄大约20的 年龄大约30的 或者年龄 或者性别为True的 性别为Force的对吧 我们想要选这些数据 这是不是都是过滤的操作呀 那所以说在我们的管道服务里面 也是一样 我们可以使用一个方法 来进行过滤 那这个时候可能有同学想 你为什么不用Find呢 Find呢 不是可以在里面写条件 进行过滤吗 为什么还要写 学这样的Dollar March呢 对不对 这时候大家需要注意到 Find呢 它是一个 这个普通的命令 对不对 前面我们的一个普通的命令 我们db.stu.find 这个时候确实可以用 但是现在我们是在一个管道 在一个聚合操作里面 在这个聚合操作里面 我们是不能使用Find了 你解吗 那这个时候呢 为了进行过滤这个操作呢 我们只能使用Dollar March 明白吗 因为在这个 因为这是 在这样一个管道里面 我们只能使用Dollar March 是没有Find的命令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使用Dollar March 来帮助我们实现 这样一个过滤的操作 那Dollar March该怎么用呢 比如说还是刚刚这个地方 我们还是拿12等作为例子 我们要干什么呢 我们要选择年龄大于20的学生 让它分组 然后呢 整个年龄大于20的学生 我们从此观察男性和女性有多少人 这个事情该怎么做呀 大家看一下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不是有两步啊 第一个 选择年龄大于20的学生 那么刚刚使用了Dollar March 可以做这个事情 我们来看一下 db.stu.aggregate 然后也是这样的 先使用Dollar March Dollar March后面写什么呢 这些条件呢 什么呢 年龄大于20的就A解 和这些操作是一样的 $gt20 就这样写 它能够返为什么呢 返回年龄大于20的学生 然后呢 我们还要学干什么呢 男性和女性的人数 对不对 那男性和女性的人数该怎么写呀 是不是要分组了呀 就是Dollar Group 按照什么进行分组呢 是不是按照Gender 所以这里写DollarGender 然后还统计人数 我们是不是要给个字段 这个字段呢 保存什么呢 就保存这个人数的数量呀 那数量怎么结算呀 是不是Dollar Sum 1呀 是不是Dollar Sum 1 就是统计数量呀 统计完之后呢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结果里面有哪两个字段呀 是不是一个ID 一个Count 可能大家觉得不好看 那就是呢 我们可以使用什么呢 Dollar Project 进行一下修改 修改什么呢 修改成 把-ID呢 不写它 对不对 那比如说-ID呢 我们写成0 那就是我们可以写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就写个 今天个Gender这样的字段 Gender取什么呀 这个时候是不是可以取 Dollar-ID呀 Dollar-ID 那取到之后呢 我们再去Count 我们去要它 我们写个1在后面 对吧 这就是为什么我之前说 这个地方可能会有错误 因为我们在聚合命令里面呢 我们要一个东西的时候呢 我们写上1 不写的时候还是不要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结构 是不是就这个样子呀 为什么只有一个一条数结构呢 说明什么呀 说明Gender 说明0到20的只有男性 或者只有处 现在等于处的这样一个性别 对不对 是不是呀 那比如说我们可以把这个地方呢 我们把这个H呢 改小一些 我们改成GTE 然后大于等于18的 对吧 我们再看这个结构 现在是不是就有了呀 两条结果 一个是男性一个女性 对不对 然后分别数量是2跟4 这地方可以理解吗 我们使用聚合命令的时候呢 都是这样写的 一步一步的 两幅向做 然后呢 下一个结果栏作为下一步的输入 下一个结果栏作为下 在下下一步的输入 对吧 就是这个样子 这是关于DollarMarch 它可以帮助我们进行一些匹配 那么DollarMarch 大家可以发现这里面做的操作的时候 我们之前所学的final操作 其实是一样的对吧 年龄到20 然后呢 或者年龄 或者这个HomeTown呢 等于 HomeTown等于华山等等 都可以怎么写呢 比如Dollarall 对不对 或者是不是Dollarall Dollarall 然后这个地方呢 我们需要干什么呢 是不是要写个列表了呀 是不是要写个列表 Dollarall 说错了 这个地方 是要写个列表 对不对 这是一个是A级大于18 大于20 对吧 还有什么呢 还有比如说这样一个 对吧 现在大伙我破起来 或者说这个HomeTown HOME 然后它对于什么呢 这个HomeTown呢 它in 对吧 我们是不是可以使用Dollar in这个名字啊 比如说Dollar 然后呢 直接这样写 是不是也是可以的呀 Dollar 家乡在哪个地方呢 我们看一下家乡有哪些内容 然后可以在这对吧 可以在哪呢 还可以在蒙古 我们都把它加上 是不是可以这样写啊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大括 这个地方呢 有没有问题啊 大括这个地方呢 可能有些问题 刚刚加了很多 这个是这样一个条件 这个条件的结果 然后呢 是这样一个方括号 对于这个括号 对于这个括号 还没有问题 我们跑下去看看结果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选择的是什么呢 选择的是年龄大于20 或者是什么呢 家乡在蒙古和大里的 那么年龄大于20 或者家乡在蒙古和大里的 哪些呢 这是蒙古 这是蒙古 这是大里 这是大里 对不对 一共是4条对吧 还有年龄大20的 年龄大20呢 有哪一条呢 是不是指形下这一条呢 是不是一共这样5条啊 加上这一条和这一条 对于是5条 对不对 然后他对他进行分组 分组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只要forced只有一个呀 那forced一个的是哪 是哪一个呀 是不是只有这样一个 来年龄大于20 你来自蒙古的 是不是只有这个华丁呀 他是女性呀 其他都是男性 比如这个郭敬仁男性 然后桃花岛男性 段玉男性 大里男性 对不对 是不是这个样子呀 能看明白吗 这个地方 这个操作 我们前面是不是讲过 Dollarall的操作 对不对 后面跟着这个列表 列表中每个字段呢 都表示这个条件 对不对 这是个条件 这也是个条件对不对 然后只不过这个条件 比较更复杂一些 我们要选择的是 Homotown再龙固 或者大理中的 是吧 或者我说是 等于大概20的 对吧 我们都可以把这个条件 设得更复杂 然后呢 实现更复杂的逻辑 都是可以的哈 这是这个地方 那讲完这个地方呢 还有这样的练习 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要做什么呢 我们要 在这个TV3里面呢 当然我刚刚恢复的话呢 在TV3里面 是有这样一些数据的哈 但是大家以后 闪闪的可以再回位置 在TV3里面呢 有这样一些数据 这些数据呢 要干什么呢 大家可以看到 有三个字段 一个叫country 一个叫province 一个叫userID 对不对 我们要统计出每个country 和每个province下面的 userID的数量 大家可以把它记得为UK哈 不然全部都是China 不同的country下面 不同的province下面 userID的数量 同一个userID 只统计一次 这个是要按照什么 进行分组的 看一下 我们首先呢 我们需要知道的是 我们是可以同时按照 摩特斯曼进行分组的 我们可以同时按照country 和province 甚至是UK哈 一起分组 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做呢 观察这个数据有什么情况吗 是不是这一条数据 和这条数据一模一样样 那说明最开始是什么呀 最开始我们是不是要对整个 数据进行一个去重呀 去重 去重 去重中间不一样的数据 对不对 去重中间相同的数据 对吧 比如说这一条和第一条 是不是都是一样的呀 那如果说这条和这条完全一样 我们不去除的话呢 到时候我们统计这个userID 是不是就有可能导致 一个就是一条数据 可以同一两次 然后一个一个就是ID 可以同一两次的效果呀 因为这两条数据完全是一样的 对不对 所以对整个文章 我们需要进行一次去重 那么就来了 去重该怎么去呢 使用刚刚学的 使用刚刚学的聚合命令怎么去重 聚合命令怎么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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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合命令有 distinct的吗 我们将冠军群的三个group 一个march 一个project 没有 distinct的对不对 使用道理group怎么去重 是不是分组 按照这样三个字段进行分组 就可以去重 我们同样叫他 以及他 以及他进行分组 是不是就去重 这地方可以理解吧 同时按照这样三个字段 进行分组 之后是不是就去重 因为他这两个东西 现在肯定会分为一组嘛 这两个结果是不是到一组出来 是不是 所以我们同时按照三个字段进行分组 是不是就可以达到一个重用效果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 多少页 就是配置37页练习 我们写一下 这个地方我们db.tv3.aggregate 首先呢 我们donor group 按照什么进行分组 我们要按照三个字段进行分组 所以这个地方 跟id我们写什么呢 不再像之前一样 之前呢我们都写的是 按照一个字段进行分组 现在我们要按照三个字段进行分组 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们需要写个字典 这个字典里面呢 我们不能够直接去写什么呀 不能直接去写什么 不能直接去写什么country 对不对 需要怎么写呢 那肯定也是字典签到字典的格式 对不对 字典签到字典什么格式呢 比如说 这个样子的 我们可以把country对的字呢 放到这样一个id里面的country里面去 这是什么效果呢 我们前面说了 group里面有几个键 对的结果就有几个键 对不对 如果group这个键对的是个字典 那么到时候结果里面 group这个id键对也是个字典 这个键里面有个country 一个字段 然后对的是这样country 然后呢也是一样的 还有一个province 通过这种方式呢 我们就能够同时对 什么呢 country和province 已经分组了 明白吗 那比如说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效果 是什么样子的 那我们先db.tv3.find 让它看一下效果 那再来执行一下这个位置 这两种情况下 country和china province有个sh和pj 对不对 是不是分组之后 应该就是两种情况 一个是china 对于sh 一个china 对不对 结果刚好就是这两种 所以通过这种方式的 我们能够按照多条数据和多字段的 同时进行分组 那当然在此时此刻呢 还没有达到我们的目的 我们是不是还要按照 user id 再来分组一次呀 才能达到去同效果 那么所以说我们还要把user id 加进去 那么user id呢 写到这里来 那对于呢 结果呢 就是dollar user id 那这个时候大家看一下 我们通过这样一个聚合命令呢 是可以达到一个去组 去组的一个效果的 其中这种结果呢 就是这个样子 对不对 里面之前是有六条数据 现在是不是只剩下五条了呀 是不是 之前有这样一条数据 跟这条数据的只能是一样的 但现在呢 这个地方肯定都变了 没有了一样了 china sh a 只有这一条了 对不对 那这是一个输出对吧 我们要把这个输出呢 再做什么事情呢 再来去进行统计出每个country和province 下user id的数量 比如说怎么办呀 是不是这个时候 我们应该再把它 再把这个数据拿过去 按照country和province 同时进行分组呀 然后再进行一下统计数量 这个事情是不是可以了呀 让大家看一下 这个事情该怎么做 现在它是一个输入对不对 它是一个输入 它的输入呢 就是它的输入 刚刚我们见过了 所以现在还需要再帮助 那这个时候 id 写什么呢 这个时候 id 写什么呢 我们要按照多个星期分组 那么 id 对应自然而 就是这样一个字典 对不对 所以也是这样的 要country 它一个键 country 这country我们取什么呢 是不是要写country 写这个地方 这个country 这country 我们直接能取到它吗 直接取是不是取不到呀 因为它是在 id 对应的这个字典里面的 下面的一层 对不对 并不是直接在外面的一层 那么要取到country的话呢 我们需要使用 .这种操作 .操作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 dollar-id.country就可以了 就可以取到 id 下面country了 那同时呢 还有province也是一样的 对吧 我们拿过来 那就是 这个地方 donald-id.province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结果是什么样子的 现在呢 是不是把上面这个结果也进行 按照country和province进行分组了呀 分组之后只有两个 本来就有两个 对不对 但是现在我们还有个市面租 我们要统计 user id 的数量 对不对 统计 user id 的数量 我们再统计一下 怎么统计呢 我们可以在后面 在 id 后面 我们是不是可以加个counter 或者加个counter 或者加个sum 这种结果 他做什么事情呢 就是donald-sum 一这种操作 对不对 donald-sum一定是操作呀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结果是什么样子的 是不是就有了呀 这个counter是三 这个counter是二 刚好加过来 结果是五 对不对 所以现在这个结果呢 是我们按照 country和province进行分组之后 每个user id 取一的 这样一个统计的结果 对不对 那这个结果大家可以看来 好像不是太好看 特别丑 就是前面这一段特别丑 对吧 我们希望得到的效果呢 是前面这一段呢 是country 以及province 后面是个count 只有这样三个次段 那这个事情该怎么做呀 是不是要使用donald-project 那修改是不是样式的呀 plgct 那怎么修改呢 我们要的是什么呀 那是country 那么写country在这里 那对应的值是什么呢 country对应的值是什么呀 是不是donald-id的country呀 然后呢还有什么呢 还有province对不对 那province对应的值是什么呢 是不是dollar-id的province呀 然后还有什么呢 还有count对不对 count我们是要的 我们直接写个e在这儿 就不就好了呀 就是这样一个操作 我们再来跑一下成员 看一下结果 是不是现在就有了呀 有的还不行 前面这块还存在着呢 对不对 目前不然去了怎么去呀 刚 id 0就可以了对不对 然后我们重新来跑一遍 现在是不是就好了呀 结果就是我们想要的 我们按照country以及province 进行分组之后 每个userid取一之后的 这样一个统计量的结果 这是我们刚刚相对用了什么呢 用了我们的这样一个 dollargroup dollarproject 以及dollar 就这样的 dollargroup dollarproject 对不对 那么在dollargroup里面呢 大家发现了 另外一点是什么呢 我们要取的是字典 欠套的字典中的键的时候 怎么取啊 是要点的操作对不对 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一样 可以重新点的操作 比如说dollar-id.country 是不是这样子 那还有另外一点是呢 能够同时按照多个键 进行分组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语法是什么样子 是不是就是 dollargroup 然后呢-id 对不对 这个时候对应是个字典 对不对 在这边我们随便可以取个键 这个键呢到时候的结果 这个键就这样一个键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dollar-country 对不对 然后呢还可以干什么呢 还可以按照 同时按照province 两个组合在一起 进行分组 这个就是dollar-province 对不对 那得到结果是个什么样子的呢 这个结果 结果是 什么样子的呀 能够想象出来的结果 是不是一个字典 里面有-id这样的键 是不是-id这样的键 刚才对应的是不是一个字典 你们是不是有country 然后country对应的是不是有个值 然后是不是还有一个province province 对不对 然后province 是不是对的也有值 这个结果是不是就是这个样子 结果是这样的样子 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形式 当然如果大家想象不了的话 多执行几遍就好了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学习的一个内容 那么刚刚呢我们讲的是关于聚合里面 常用的这样三个聚合命令 以及顺便用了一下这样的一些表达式 大家这个时候可以发现 其实说它是表达式 其实其实可以把它理解为什么呢 这样一种 这样一种聚合操作 那聚合操作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当着group是分组 对不对 那么当着sum 其实就是一个聚合对吧 但是我们在这里呢 我们把这整个叫做聚合 所以我们还是把它 就叫做表达式里完了 不然的话可能有些误解 或者误会或者奇异在里面 那么聚合呢就是说 我们可以把我们想的操作呢 分解成每一步一步一步的样子 对吧 然后呢我们可以把它聚到一起 聚到一起之后呢 我们对所有的处理呢 都可以先经过 第一个管道进行处理 把结果交给第二个管道进行处理 那么第二个结果呢 第二个管道的结果呢 交给第三个管道进行处理 然后依次往后走 直到最后一个管道处理完呢 把结果输送出来 就和这里画的这个图是一样的 看见了吗 这是原始的数据 经过第一个管道处理 之后得到这个样子 那么经过第二个 道处理过程度之后呢 得到这个样子的结果 然后把它输送出来 这个地方呢 应该虽然说看起来比较复杂 其实呢好好想一下 其实并没有太难 对不对